确实现在呢 这个美选的局势进入一个逐渐的白热化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呢 拜登还没退选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川普好像占得先机 不过在贺锦丽确定取代拜登之后 局势开始翻转了 在几个摇摆之后 贺锦丽目前都是领先川普的 我们来看这最新的民调数字 综合了三四个不同的机构 您可以看到贺锦丽的支持度49% 那川普则是45% 差距呢拉开到了四个百分点 那川普阵营希望主打的议题 包括还是经济牌 另外就是移民了 指控民主党态度变来变去 没有中心思想 还有通膨的问题 他们认为需要优先来处理 也打到很多选民心中最在乎的那一块 那至于民主党 他们就是攻击 这个川普跟他的副手 在这个人格特质的部分 他们希望呢让选民知道 选出来的领导 这很重要的是 要具有所谓的诚实的这个特质 那另外就是呢健康跟敏锐度 他们认为是比较能够占上风的一点 但是现在选到现在川普 你可以看到他有时候还是会有点脱稿演出 心里知道呢要主打这个经济牌 不过还是会直接来骂贺锦丽 他就直接用了这个字 用的很重就说他是激进分子 是疯子 那贺锦丽回的方式呢稍微隐晦一点点 他就说呢 难道我们这几年的选举都变成好像是谁能够打倒我们的对手 打倒我们的敌人就是领导者吗 我们的格局就这么小吗 看的是谁能够打倒别人的话才能够选他当领导者吗 其实你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压过别人其实都是懦夫 代表你自己的内心呢其实根本就是不够强大的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贺锦丽看起来好像比较理智一点 而且呢支持度是占上风的 但是就是讨不到商界的支持 因为包括像之前这个特斯拉执行长呢 马斯克都已经说过要力挺川普了 很多企业大佬也都跳出来来跟进 所以呢贺锦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民调领先 但是企业却不想压保在他身上 主要还是跟川普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川普本来就是商人出身嘛 所以他一直主打的都是要轻商对企业好一点 包括像是要减税啦要放松监管等等 所以很多大科技公司都觉得 或许呢跟川普站在同一边对企业经营来说 其实还是比较有利的 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全代会的部分 马上在芝加哥登场了 那外界不只期待说看到这个贺锦丽 跟他的副手华兹的一些政见的表述 还期待在这个场合有没有机会来看到大明星呢 因为包括像是呢这个Taylor Swift跟Beyonce 他们在上一届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都其实呢这个直接表态是支持民主党 当时就力挺拜登跟贺锦丽 甚至在这一次大选其实Beyonce他有直接释出他某一首歌曲的版权来当整个竞选的主题曲 已经其实满明确的表态了 所以选民都希望有机会呢在这个大的这个全代会大拜拜的时候 不只看到新闻中崇拜的候选人有机会来见到偶像 不过呢这个全代会上还有一个人也会出现 那就是拜登了 毕竟呢他还是这个会帮贺锦丽来助选 据说他这几天都已经到大卫营去闭关 来准备助选的讲稿 贺锦丽跟着副手华兹飞抵芝加哥准备参加19号登场的民主党全代会 贺锦丽前往芝加哥前又来到关键摇摆州兵州 副手华兹也在自己家乡内部拉斯加州奏势 一连四天的全代会即将登场 总统拜登将在第一天打投赠助选 周末都在大卫营闭关准备 你会在这周末工作上吗 是的 好的 你会在周末的报告什么呢 这一周的重头戏就是民主党全代会 让另一头的川普试图想要抢回焦点 这是川普的反攻 川普总统会做什么他可以 去把川普总统会把川普总统会拔出 从川普总统会和DNC 当然会开始明天 川普将连跑四个摇摆州 他也开始攻击贺锦丽的紧急政策 川普还在社群 剖出一张贺锦丽的照片 背景是一个锤子苏联国旗 明显是AI生成 故意嘲讽民主党全代会 根据华油和ABC新闻民调 贺锦丽赢川普四个百分点 CBS民调贺锦丽也领先三个百分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有百分之六十四三十岁以下的选民支持贺锦丽 比川普足足多了三十个百分点 TVB新闻总和报道 但不管最后是贺锦丽或是川普当选 如果我们要看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态度的话 那新加坡总理黄巡才 他就认为恐怕只会越来越强硬 这势必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呢 跟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 不过呢黄巡才他最近呢 就特别的呼吁新加坡的国民 他认为大家应该要多多来学习华语 要主推双语教育 他就这么说 他说呢如果你会华语跟英语双语双管齐下的话 新加坡呢不只会有精英还有精华 新加坡总理黄巡才 放出和李显龙的合照 在台上幽默开玩笑 李治正的一头黑发现在全白了 我不知道我的头发其实会变白 但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黄巡才上任后首次发表国庆演说 演讲中多次提到 和李显龙的好交情 刚讲完这句后面投影 放上他和李显龙一起打拳的照片 引起全场观众大笑 在用中文演讲时 黄巡才表示 新加坡具有双语优势 能让新加坡吸纳东西方的智慧 保持独特竞争力 黄巡才表示语言能力要从小开始培养 鼓励学童在家庭和学校中多讲华语 我们会让这些华文好的学生 在身上中医的时候也能选修高华 他举自己学习华语为例 拥有双语能力 对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谈到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 黄巡才也提出他的看法 美中关系将影响国际贸易与合作 而依赖贸易的小国新加坡 也必然会受到影响 Tubia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是护国神山台积电 最近有一个新的里程碑 那就是要去德国的德勒斯登 来开设12寸的晶圆场 在明天就要正式举行动土典礼了 当然德国也非常关切这次的合作 所以台积电部分会由总裁魏哲家来出席 那德国部分总理萧姿 他也会亲自到场来发表演说 为什么德国这么重视半导体 在当地的这个生产制造呢 萧姿之前就曾经做了一个非常直言不讳 很明确的评价 他说呢 台积电的欧洲厂是关乎德国未来的生存能力 他说德国应该是目前全欧洲生产半导体 规模最大的地点 所以等于德国已经占了一个先机 这也是为什么他说呢是攸关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那这一次这个欧洲厂的英文缩写叫做ESMC 他是由呢总共四个五个不同的这个单位来共同 其大家的支力来打造出呢这个成果 包括台积电还有英飞林博士跟恩智浦等等 总共的投资金额有超过欧元100亿 那台积电的部分呢是只占了35亿 德国政府呢是出资50亿 那目标是希望能够在2027年之前来正式的投产 那每个月的产能呢是上看4万片 那主要是生产12寸的金元 这也是台积电呢包括 美国继日本雄本之后呢再下一层 这下这次呢要正式的来进军欧洲了 所以我们很期待台积电呢 在这个进军欧洲之后 会不会有更多新的可能性 不过呢我们讲到德国这里呢 如果我们要看这个城市叫来比锡的话 可能您会知道 他们每年都会举办很知名的音乐节 结果没有想到今年的活动上呢 这个摩天轮却突然起火燃烧 也造成了30个人受伤 运转中的摩天轮车厢突然起火燃烧 还不断端出火苗掉落地面 吓坏现场所有人 德国东部莱比锡著名的海菲尔德音乐节 周六晚间涌入大约三万人 没想到摩天轮突然端出火蛇 两个车厢瞬间成了空中火球 意外造成至少30人受伤 还包含灭火的消防员 警消火爆后赶到现场疏散民众 避免伤害扩大 海菲尔德音乐节是德国最大的独立音乐节之一 每年都吸引无数世界各地的游客参加 目前只知道火势从摩天轮下方冒出 随后火势蔓延到两个车厢 起火现场遭到封锁 要调查真正的起火原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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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